8月24日,由著名男性时尚杂志《风度Math & No》杂志主办,龙腾精英国际模特经纪公司协办,上海美龙镇广场独家冠名的美龙镇广场2019《风度Math & No》型男模特大赛总决赛,在上海美龙镇广场举行。 总结赛现场星光翼翼,青年演员歌手熊子柒先生,著名演员刘云女士,实力偶像杰弗瑞董又林先生,95后新生代小花孟子义女士,人气歌手徐炳超先生,新人演员黄灿灿女士,到场为大赛助阵。 人气歌手徐炳超作为2017《风度Math & No》型男模特大赛冠军,再度站在这个男模角逐的舞台上也是感慨万千。 身为两年前在这个赛场上走过的前辈,他也向今年参加总决赛的选手加油打气。 我觉得大家已经走到总决赛已经很不容易了,然后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,加油吧。 T台上表现优异的徐炳超,在演艺事业上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 最近陆续发布多首新歌的他,为总决赛献唱了自己的首支个人单曲《如果你看到我》。 在采访中,徐炳超也透露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将会推出新专辑。 我的专辑9月份就要全往上线,然后大家期待吧。 每首歌都,风格都不同,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。 星光助阵精彩分成,实力偶像杰弗瑞·董又林也一连演唱了《就喜欢你》和《I'm sorry》两首歌曲,令现场的气氛热烈高涨。 受邀担任梅龙镇广场2019风度Math & No行男模特大赛风度行推官的熊子齐先生帅气亮相,举手投足间尽显行男风范。 其时尚硬朗的外形和敬业的态度,与行男模特大赛完美契合。 作为拥有高挑身材和优越比例的标准行男,对于行男形象的定义,他也有自己的理解。 我觉得不光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些外形,我觉得从要有担当,有责任感,对对对,我觉得要这样。 身为多方位发展的全能艺人,熊子齐也透露了接下来在演艺方面的一些工作。 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,现场专业评委通过多方面综合评分,得出了本届梅龙镇广场2019风度Math & No行男模特大赛的最终结果。 5号选手于东阳凭借过人的专业实力和极佳的舞台表现力,夺得总冠军。 28号选手张鸣获得亚军,继军头衔则由2号选手满新泽获得。 借由本届大赛的举办,主办方风度Math & No杂志希望能够让越来越多的新进模特与国际梯台紧密对接,从而激励更多有理想、有时尚态度的年轻人走进自己的梦想,加入到敢于追逐实现梦想的队伍中来。 了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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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